今天我们挖这个鱼塘,把它加大加宽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挖,从这里挖过去 挖的土就堆在旁边,给它弄平整 这个活看起来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分两边来挖 我们先挖这一边,这一边给它加宽 挖的土就甩到旁边和后面,给它弄平整 挖完之后,我们再去挖另一边,以同样的操作 这个鱼塘就加大鸟 挖着挖着,感觉就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的挖机好像是在慢慢的下沉 来的时候,主在上面是硬的 挖着挖着,就往下面沉 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赶快开溜,不要在这个地方继续挖了 别等到沉下去,泥巴把你的链板吸住 这时候你想跑,也跑不了 所以我们这里一边挖,一边退 感觉挖机快沉下去了,我们就往后面跑 我们一边跑,一边把泥巴清理干净 得在旁边,给它弄平整 然后再开下去,加深,把四周给它搞漂亮 幸好我们跑得快,不然就会要被陷在这里 我们继续清理泥巴,往后面转,往后面填 把这一块要加大的地方,泥巴清理干净 我们一边在那里转泥巴,一边在这里转泥巴 来来回回,挖来挖去 要加宽的地方,泥巴都清理干净了 这些清理上来的泥巴,我们给它堆在一边 清理平整 前面堆的这些泥巴,全部往后面转 给它堆平 等一下,下面加深挖的干涂,我们就堆在这里 前面的泥巴都清理干净 之后,我们就开过去,从前面加深,把旁边的坡修一修 这样整过来 加深挖起来的土,我们就往后面转,往后面堆 挖了丝的,再挖干的,有点粘斗子,我们敲一敲 坡上凹净的地方,稍微抹一抹,拍一拍 拐角的地方,我们这里转个弯,好看一点 这个弯转过来之后,我们再把整个堤坝的坡,给它烫一烫 这里我们从下往上面烫,整个堤坝的坡,我们通通的给它烫一遍 烫完之后,再把最后这一边一点点土转到后面,就可以收工了 好,还有最后一点点土,我们收上来 拍一拍,把这里抹一抹 再把上来的地方修一修,拍一拍,整一整 每次挖完鱼塘之后,小伙伴们就想看看装满水的效果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鱼塘装完水是个什么样 装满水之后,这个鱼塘看着是不是又大了很多 你们觉得这么大个鱼塘能够养吃多少条鱼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我们下期见 诶,就很棒